众所周知 鸡虽然是常见家庭 身上谜题学不少 除了鲜有鸡还是鲜有蛋这个世界提问以外 鸡为什么365天都在下蛋 也成了不少人好奇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些鸡蛋往往都未曾受精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来聊聊 人类是如何利用鸡的bug 让鸡成为无情下蛋机器的 许多人天天吃鸡蛋 却不知道鸡蛋是怎么产出的 更不知道其母鸡的卵细胞不受精 依旧能够变成鸡蛋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咱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母鸡的怀孕产卵机制 作为一种卵生动物 母鸡在性成熟之后就会排出大量的卵细胞 这些卵细胞会不断地沉积 然后进入母鸡的蟹织腔 进入蟹织腔之后 它们就开始等待攻击精子的进入 以此完成受精 按照咱们对胎上动物的认识 若是卵细胞未能成功受精 就无法发育成胚胎 那么这些卵细胞就是无用的 可是鸡的生育机制却不是这样 进入蟹织腔中的卵细胞甭管能否受精 它都会继续向下走去 并且在热管之中 与原来单纯的卵黄开始发育 蛋白蛋壳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出现的 最终 母鸡会将已经变成蛋的卵细胞排出 受精的就能被拿来孵化 出于未受精的大 也不影响人们使用 其次 再来了解一下母鸡卵细胞的独特性能 第一 它的卵细胞数量非常多 起码人类卵细胞的总数与之没有可避兴 这就意味着母鸡怀孕生子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当然 这个卵能否顺利受精孵化就不一定了 第二 母鸡卵细胞十分强大 而且它的怀孕机制也很奇葩 根据资料来看 母鸡的卵细胞异常坚强 能够在卸直腔中保住活性 以为随时被受精 此外 公鸡和母鸡之间的交配不需要特别的频繁 因为公鸡的精子以及遗传物质 也能够在母鸡体内存在十几天时至更久 这就意味着二指只需要交配一次 未来的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不用再投放了 而母鸡为了完成自己 繁育的后代的KPI就会疯狂的排卵 试图让这些卵细胞与精子接触成功受精 由此可见 鸡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母鸡的卵细胞 它和咱们理解的胎生动物的胚胎有着一定的区别 无论受精与否 母鸡都会下蛋 而这些蛋是否完成了受精都不影响着类使用 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 未受精的蛋吃起来还会更放心一些 当然 虽然母鸡的卵细胞从不稀缺 但是它还肩负着另一项主人 就是孵蛋 但是需求鸡蛋而不需求小鸡的人类 并无常让母鸡孵蛋 因此就巧妙地利用了一个bug 让母鸡进入下蛋循环 每一只母鸡都有梦想成为鸡妈妈 而光是忙着下蛋是无法顺利当妈的 所以它们虽然算术能力不怎么样 却对自己窝里鸡蛋的数量有个大改的认知 当窝里的鸡蛋数量达到了孵化的限值时 母鸡就会停止下蛋 开始准备孵蛋 于是 人们就会悄悄从鸡窝当中拿走几个鸡蛋 从而让母鸡认为 自己窝里的蛋一直不够 保持高频率传乱 当然 这个偷鸡蛋的数量和方法 都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不能过于贪心 以次性拿太多甚至全部拿完 因为咱们虽然利用了bug 将母鸡的制伤案的地址摩擦 但是它也没有这么蠢 如果拿到太多 依旧会被察觉 从而影响到母鸡的下蛋积极性 棋子就是拿蛋的时候有讲究 往往要趁其不备 然后迅速偷蛋 若是不小心被母鸡发现了 不可避免是要遭受攻击的 值得一提的是 人类为了让母鸡一直保持超高排卵率 有时候还会特地安排攻击来溜达一圈 刺激一下母鸡 在这种情况之下 母鸡追寻生理机制的指示不断地排卵 试图让卵兽精在进行孵化 可是只要有人类在 甭管它再怎么努力 这一生都可能当不了妈妈 此外 由于人们对蛋积的需求越来越大 母鸡的地位日益升高 除了定时需要几只攻击来刺激一下 其余的攻击就显得十分多余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少养精场都会将刚刚复化的雄性小鸡 直接送入绞肉器 避免它们浪费资源 这种做法对于人类来说 是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 可是若是鸡有感情 知道恐惧 这无疑就成为了最残忍的决定 那么 为什么母鸡会有这样的产态心态呢 难道这么多年 它都没有察觉到自己被利用了吗 其实母鸡这种选择在很早之前就有了 因为不少研究显示 鸡体内的某些蛋白质 和恐龙骨头中提取的蛋白质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证明它们俩可能是亲戚 而从母鸡方面来说 鸡确实和恐龙十分相像 比如它们都是卵生动物 亲走的方式也很相似 所以人们推断 母鸡疯狂产蛋的心态 是因为祖先习惯的影响 要知道恐龙生活的时代环境 还是比较恶劣的 竞争性很大 所以为了繁城繁育后代的KPI 雌性恐龙会想尽办法多下蛋 而且尽量将蛋藏在隐蔽的地方 有时候可能会被其他动物偷走或者破坏 但手鱼蛋的数量比较多 往往会有一到两个幸运儿 除此之外 长期让生殖细胞保持活性 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净化出来的技能 毕竟兵荒马乱的相遇太难了 而且说到底 还是没到高端动物那一步 所以见面只是为了交配繁衍后代 并不会长期在一起 这时雄性王梦者需要承担贡献精子的义务 怀孕产卵和孵蛋 都由雌性独立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养鸡场对母鸡这一特性 到底是从何而来并不感兴趣 它们只关心怎样参长母鸡保持高频率下蛋 甚至延长期产蛋高峰期 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鸡的产蛋频率呢 首先就是遗传因素 在这个研究中 鸡的下丘脑垂体性线轴物是最受关注的部分 简单来说 鸡的产蛋性能与其内分泌息息相关 许多激素会作用于把习惯 调控其产蛋的频率和数量 有时候人们还会通过激素注射 来维持母鸡产蛋的频率 其次就是环境因素 光照 饲料和饮水 都是会影响到鸡的产蛋性能的 以光照为例 鸡产蛋期间对光照的时间和强度非常敏感 有时候需要合理的曝光 尤其是秋冬季节 光照会使母鸡的性机关健康发育 致时生产 最后就是管理因素了 简单来说 就是偷鸡蛋时要格外的小心 虽然这个bug已经人静皆知了 但是咱们还是得照顾一下母鸡的情绪嘛